这边在买衣服 那边在买牛杂 我们在买炒米粉 接着又发现生菜 一个半仁钱斤 又是新鲜美菜 新鲜美菜 新鲜美菜 到第一个 就是这个双皮奶冻11元 跟港西一样的价钱 因为早几天我才吃过 今天我们吃了两碟 一模一样 下边的汁很好吃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星期日 我所在位置 就是信德 之前在疫情那三年 我们来过几次 这个叫三周烏龟市场 今天又来了 话算是这样 因为它是趁虚 只有星期日有 我们来过几次 都不算好热闹 不知道算不算热闹 今天来到更热闹 三周市场是什么 最主要第一个就是卖乌龟 第二个就是卖鸡 鸡鸭 各种都会有的 就是这里了 疫情之前 当然很多 玩意都没有了 这里叫乌州 是三周其中一部分 有关帝廟 有欧加池 有省粮库 粮工厅 很多东西 疫情那时候 不觉得 这里就过瘾了 它的窗户是很早开的 想不到来到这个钟数 11点钟 都还这么热闹 就是这样 之前我们来过很多次 当时热闹 很热闹 但感觉上 和现在相比 好像在那里走粉花街 像不像 这边出行力 卖着 昨晚我们买了 没办法 15元两条 不过好像昨晚那些粗 甚至乎 还有卖日用品 旁边卖着衣服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之前在疫情期间 我们不是来过 当时好像是把车停在这里 好像是再前一点 连这里也要放在这里 又可以想象到 里面有多热闹 刚才我们驾车过来的时候 跟上两次在疫情期间 过来也是一样的 风路不让进 绕绕绕绕绕绕 不知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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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也会看到这边这么容易 还有一台车 如果说一些蔬菜 喝喝吃吃 买鸡 买鸡 就是在里面 刚才我们在塞车的时候 看到一些人 有一袋一袋鸡 一袋鸡 一袋鸡 这样拿走 在以前 我们来到三洲烏龟市场地 足足大了至少三份之二 也不止 还有很多食物 还有腸粉当也有 这裏是腌鸡翼 这裏是吃街道 全部都是吃早餐当 牛杂 现在是11点18分 我们竟然还未吃早餐 因为太执车了 决定在这裏解决 这裏正在炒粉 10元起 1元炒米粉 这裏正在炒猪杂粥 很棒 看到这幅墙 顺德就是这样 潘如有些地方 有些放酒 有些炒米粉 肉片炒米粉 多少钱都不知道 10元起 够了锅气 就是这样 其实我喜欢炒米粉 多过吃炒牛河 有炒牛河 多加煎蛋 很棒 猪杂粥 我好像是叫了 但好像没有粉肠 猪润 和瘦肉 是这样的 还有一样的 我忘记了 信德仁 一定要配这碟 信德仁多食 很美味 这肉片 很美味 这边卖着衣服 那边卖着牛杂 那边卖着牛杂 我们卖着炒米粉 迷信德仁 就是这样 永远都不需要知道 还是在去吃的路 很美味 再看看下面的油 很干 可以吗 非常好 接着我来尝试粥 这个应该 看肉 可以吗 这个粥底 挺好的 又不算很稠 这个粥是老板娘主理的 多大粥 黄沙蕊 算不算是黄沙蕊 我不懂 猪蕊难做 老婆近期 爱上了猪蕊 然后她知道 原来怎样做得到猪蕊 不过外边餐厅 和这些小店的做法 是不同的 外边的餐厅 有很多不同的工序 这些小店 就原汁原味 这样吃 不好 另外一种境界 你快点试一下 真是好处 哇 我以为很老 你以为上次那家 不会 不会 而且它的猪蕊有猪蕊味 你快点试一下 它的猪蕊有猪蕊味 爽的 我已经很满足了 有猪蕊 除了爽不老之外 还有猪蕊味 我们上两次吃 都是没有猪蕊味 我们小时候吃的猪蕊 会有一种 很浓烈的 是很难言语的 味道 现在吃不到 它在这里可以 吃吧 他试了一口 是不是有猪蕊味 我 就继续吃碟底的炒粉 如果不是黎順德 我想这些粉 我可以再吃一遍 不过黎順德 吃东西 谈记 要客制 好吃 记住它 下次 就是这样随便找 咦 这里又分了一件 这个是猪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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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好吃 连女儿都说好吃 没有味精 信得没有味精 看清楚 原来这个叫海忌猪蕊 很厉害 大厨也是这样 上边还印着肉冰烧 猪蕊好吃 猪蕊 真好吃 有猪蕊的味道 有猪蕊的味道 外面有很多 都是 猪蕊的味道 是猪蕊的味道 外面有很多 你教的 那些 怎样令味道没有 那些 葱水浸蛋 它应该没有浸过 那些 化合物质 有少少 水 你不用浸泡 它不会很重 手 你冲太透 就像竹城那种 冲白色 它不会白色 还有颜色 有颜色 也不会太不够味 很老 我们吃完第一轮 这是早餐 少了多少钱 22元 竹是12元 是不是很经济实惠 呢 为什么以前经过都发现不到 以前经过这里 都是停车 发费着走过就算了 现在除了卖衣服 也有些食物 这个是 煎饼果子 在我们广东 就不太喜欢 其实如果在外省 这个很受欢迎 终于我们来到御波桥 我已经记得了 之前大家有走过 现在全部变成在这里 摸了一段步行之后 我们终于正正式式来到 三州市场 刚才我们经过这些都是延伸 为什么会哄得到女儿来呢 就是说 在这里看到猫猫狗狗 没有见到猫猫狗狗 看到很多特价的餐具 好像这些碗 2元 鸡肉 还有筷子 应该没理由 打烂 5元鸡肉 就说是大塞车 刚才我们就在外边 刚才我们就在外边 刚才在前面有个位置进来 进不到 一路到前面 转到后面才找到停车位 这里正式式 刚才我们经过那些延伸 有狗仔 还有很多藤炽卖 热天 就睡藤炽就好了 这里是街道办事处 哦 它看得到的香蕉 这些是香蕉 对啊 对呀 需要不需要去烤焗烤 我試用了很久 我能放入鸡肉 我把鸡肉可以放进去 大松也要有点 你那些酥的更叹吗 那些酥更叹吗 我说有两个酥 我用两个酥 是的 但也是自己用一样的 嗯 所以有人说有跟大一样 那些酥 对 你说这些酥味好吃 不吃了 试了 咱们这么多我 他还在沿近那个薯 煮猪肉? 是不是木薯来的? 我们买了两双椒 小了5元鸡 就是这样 5元鸡这么大把 两双椒 阿姨教他 你放在苹果旁边就可以了 又看对这个? 然后又发现这个 鲜榨蔗汁 帮我们买3枝 10元3枝 老板 10元 他们在喝蟹汁 10元3枝 我都不打算买 10元3枝 4元1枝 它是现炸的 不冷 看着蟹蟹炸 冰 明白 我们还发现这个 米通 是这样做的 真是第一次看到 在那部机器里拉出来 很大 你看看 这里 很厉害 热 我做完 就放在袋子里 第一个是经常吃的 很多种口味 各样有些 后面有个发电机 全部围到走不到 有些人停下来买东西 水果我们之前在三州市场都见过很多 看看有什么要买 芒果 芒果现在不是最美 大树菠萝 见过很多 早个星期我买过 都未是最美 再热点 天时应该好 菠萝 昨晚我买了一个 昨晚我们去吃羊肉 那些羊肉很高 我回来很饱 10点多 11点多 都很饱 吃了菠萝 搞定了 这个时节 通常都是吃这几款水果 砂糖鸡 没做 再来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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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萝 又或者 刚才我们看到芒果 都开始看到 这个是什么 13元2斤 两个 嗯 批皮 11元2个 看 看 你家里已经有一个 买 买吗 买吧 大个 煮饭 要选一个熟一点 要选一个熟 又要选一个大的 因为13元2个 开皮 自己回去开礼 哇 这里还有一个煲仔饭 是蒸饭来的 因为很多人在摆盘 趁去老闆也要吃饭 或者运货工人 在这里解决他们的午餐 那女儿就常常挂着 去看看那些猫猫狗狗 看看还有没有 现在过去 我们终于真真正正正 来到三州市场 这里就真真正正正的 虚 因为来得硬 反而感觉这里 好像没有太多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想买 买烧猪骨 之前在那里买过 非常好吃 这里已经看到 有些小狗 不过在抬走 再来这里 8元的菠萝 这边还放在地上 这些是 萝卜 红萝卜 白萝卜 番茄 和辣椒 如果要去买烧骨 就在这条路走过去 这条路走过去的时候 亦都会看到 那些卖乌龟 这几档 不知道还有没有 靓东西剩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烧骨 全卖了 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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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就这一块 还在拿出来 这些是在商店里 在商店里 刚才才过来 好了 22元 一斤 25元 25元 原价 是的 这一块 五块 两块 两块 三块 好啊 好啊 好肉啊 好肉 嗯 好啊 三块 三块 有可斩的 有 好肉啊 是的 三块肉 37元 老闆 37元 看食 煲粥 煲汤 煲汤 煲汤不行 是吗 有味道 有味道 用来煲粥就对 煲粥就对 煲汤也要清 还有 尤其我们呢 有饭吃吃吃 腊杂食吃得多 其实吃多些粥 看 这些 靓骨 就是在卖烧骨 刚才那些 就干一些 这些 刚才那些 肥一些 干一些 这些真的可以煲汤 至于这边 就在卖蔬菜 通常我们买菜 都是用那些 摆地摊的 阿姨 就是农家 自己拿出来的 生得淡淡 那些 哇 大件大件 多钱 大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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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这里 就卖 新鲜烧瓜 15元一斤 这边是烧肉 这边有很多生草药 很多肉粥 我认得 肉粥 我认得 前面也要继续卖 军安烧猪 就不是蒸猪 看 多少档 你看 而且这个时间来到好 你信不信是一回事 总之自己觉得 底下就出手了 就是 他说 大家便宜给你 清货 现场即斩 新鲜而辣 拿回家 炒芹菜 今晚又有餐美食 慢慢都想不到 这里还有花生糖 还在炒花生糖 但暂时走了这么久 都未见到猫龟和猫狗 见到鸡 对面有鸡 但这里买鸡 就有个地方要注意 这里买鸡鸭 漂亮就漂亮 但不包汤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包 以前我们疫情期间 就不见有包汤 刚才那个龙和阿姨说 原来是有得汤 5元鸡 不过来到这里 可能要戴口罩 不是因为疫情 而是这里的鸡毛 很多层 鱼堂放养 鸡公 清远奉中奉羊山 酒地鸡 又有龙门鱼酥鸡 養了180天 这里是汤鸡 那么多 上次我们来也没有 我以为只有一档 你等多久 甚至乎这些也有 200斤 何时养得到200斤 豬也有 5元鸡 来这么多次 这次真是最容易骂 其实我们上两次来 来到这个中枢 很多磅饭已经离开了 他们有生意 当然不离开了 对吗 之前有点够时间 先走 看 在这里创鸡 然后有两块牌 10号 你便回来找回自己的鸡 还有青头鸭 70元一只 这里有鵝 鸡 鸡 鸭 鸡龙鸭 什么都有 除了鸡龙鸭以外 那边已经在卖小狗 我们不如去看看小狗 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一只 更大的猪 大肥猪 这些是苗 拿回去养了 猪苗 这些不是宠物 这两只很热情 尾巴在尾巴 很热情 这样的 腿红 这只猪狗 好像大了 很胖 这只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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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乖 不会受到疯 又发现一大堆小狗 什么品种都有 小狗的小狗 有半沙皮 这个狗的样子很搞笑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狗 不知道 狗仔 这只不怕丑 这个狗 买回来给牧羊犬训练牧羊 我看博主有这样做 很搞笑 刚才我们摸过羊毛 很滑 应该比狗毛 有 拿来给丁颈牧羊犬做 接下来这部分 就是龙虎和衣 我们之前买过 有一次 很便宜 很便宜 不知道老婆会不会出手 就是这几档 多少钱 油墨菜 2斤 2斤油墨菜 多少钱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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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早几天我们就见过 但没有这些很漂亮 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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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发现生菜 1.5元 又是新鲜美菜 新鲜美菜 新鲜美菜 龙虎和衣的菜 固自然 不会有农药 等等 而且上次 不知道大家还见不见 也有那些菜饭教过我们 其实生菜是会少一点 好一点 因为当地种 很难找到很远 然后又在买红萝卜 这些更甜 更香 好吃 很多 通常 如果我们来到参修市场 要买菜 都是这条街 全部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买了这么多美菜 那里花了 花了多少钱 花了10元 足够吃 而且很漂亮 再来 这里竟然还有腊肠 我们进入这个区域 开始是卖乌龟 大多数都是旁边食用居多 之前 这个三周区 只来到这个位置 市场固自然 每天都有 卖乌龟 水鱼 现在大到不得了 走出去 都要十多分钟 如果以前 我们一停下车 就能过来 大概二人停车 就是我们今早 吃炒粉 还有烤鱼甲 13元 这些不太对 这是后面的烤鱼 还有这间店 不过我们 真是一般的 有些鸡鱼饼 排成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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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有龙眼卖了 这边就是这些鱼 鱼肝 其实也挺好吃的 这些鱼肝 我们买过一次 多骨骨 这一档炸鱼 有些人做的 我们打算再有后面的食物 所以 就算了 你看 炸鸡鸡 飞成一阶 就在后面 爆油炸 那女儿还在哄我们 想说今天再去新鸡豆腐店 3点钟开档 什么 真的收档了 刚才我们买烤肉 真的收档了 哈哈哈 我们现在可能会先吃甜品 尽量远离车多人多地方 但是 就去人讯老婆 因为之前试过一次 我跟老婆来吃过一次 很好吃的绵绵沙冰 那女儿今天就想带我们去吃一下 那我们去拿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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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有很多分 不是一定要去暴行街 那一间 这么快就找到位了 这里比 又要去暴行街 暴行街 要拿回车 坐下来 我就细心发现 因为我常常分不清哪一间 哪一间 我上星期不是来过 我上星期在东村路 我吃过 这张纸 一模一样 这张纸 一模一样 不过 这里是顺德 我们尝试吃在东村路 这里是绵绵冰 看看他们再选什么 你们点的食物 到了第一个 就是这个 双皮奶冻11元 跟港西一样的价钱 因为早几天我才吃过 我不吃了 接下来 鱼蛋就到了 看过 双皮奶 他们慢慢吃 我便吃鱼蛋 来到这里 要吃双皮奶 嗯 酱汁很好 很爽的鱼蛋 很爽口 这个是 6粒13元 这些鱼蛋 我认为 跟金榜上街最大不同 就是 金榜上街 我觉得 双皮奶 各种的 做得更热烈 但是 那边是没有小食的 这边 你可以试试鱼蛋 因为女儿最喜欢的 芒果棉盐 挺有心思 给三只羹 这个应该叫奇亚子 应该是 满足了女儿的愿望 上次是吃牛奶丁 嗯 上次我们吃牛奶丁 这是芒果味 各有鲜抽 也有奶味 我轻轻吃到里面 芒果都很新鲜 还可以 他慢慢吃 我吃主食 这个是 煎饺 这个煎饺 是5个 13元 有主食的好处就是 这样 皮是这样的 很有趣 皮很薄 很薄 很薄 很脆 里面的餡 就是正常状态 不算是很飘身辣热 最令我感到新鲜 就是皮是黄色的 一边吃煎饺 一边吃冰 嗯 接下来竟然叫到三文治 三文治的价格是 15元两件 有蛋有火腿 就是简简单单的三文治 这边有牛油的味道 有牛油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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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蛋 有果子的味道 至于他 继续吃绵绵冰 好吃吗 好吃 牛奶还好吃 不如再多一个 我一说再多一个 他整个都会醒醒 嗯 接下来竟然做过煎粽 哇 好像我上次过来这边 直播的时候 吃过一次 煎粽 一样不贵 13元 就是这样 好热 框真的好 盛德的小食 特别多 又绵冰 又煎粽 又煎饺 又煎饺 三文治 我们又吃了一餐 这些小食加煮食 顺德就是这么个人 又有煮食又有小食 然后发现 都是好像上次那边的好一点 这个是新派一点 上次那边是传统一点 这个方向过去 就是步行街 或者叫清徽园的方向 超级湿车 到了星期六日 周末 年轻人就坐在这里 喝奶茶 我们走市场 这边就有一间这个 接下来这个环子 继续都是吃的 上次我们去那个豆腐店 念念不忘 上次吃得急了些 不知道 未试清楚些味 今天再试 我再想吃那个臭豆腐 出发 好 经过了十多分钟的车程 我们又回来了 老板今天坐镇 第二次来 值得一试 三点钟开门 现在两点十一 有没有吃过的 上次有哪些好吃 豆腐好吃 豆腐可以叫两份 还有这里叫食 你最好吃 一次个叫完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要等很久 但我们第一头下 可能会好些 炸鸡翅就是第一个 送上来 又是我们的最爱 来这里 真的一定要早 等了半个小时 全部坐门 好热 好热 那先等下 让大家看看 刚刚炸鸡翅 炸鸡翅的价格 是四只收22元 好吃就可以了 最重要 不好吃也没那么多人 大家看看后面 里面全都是汁 第二个就是 我们来到这里 这次要吃的 今次叫了两份 臭豆腐 至于我先吃鸡翅 先吃鸡翅 先吃鸡翅 这个鸡翅 你说有不有益 健康 是假的 煎炸鸡翅 你和我说健康 很热 很脆炸 炸鸡翅 调味又够好 里面也有味 腌肉 当然是腌肉 炸鸡翅 炸鸡翅 所以等的时间 是比较久的 在这里除了 臭豆腐的爱 炸鸡翅 就是爱之外 不过 不可以心急 要慢慢吃 占下来臭豆腐 最遗憾就是 忘了点有辣的 不过也有少少 有时候辣那头不够 它也有少少 吃这个臭豆腐 有些萝卜 吃饭 是这样吃的 要让配齐之后 你就要很有技巧 等到口 嗯 嗯 没有技巧 今天我煮了两碟 一模一样 下边的汁很好吃 很脆 很脆 听人说 在花刀新华 还有一家人 还没吃过 这些是不臭的 蜜蜜 可以不臭的 但吃起身是同样的感觉 嗯 很多人口味 讲苦口味 嘟嘟这么多 又不可以说完全不臭 嘟嘟 很轻名 那些是牙臭的 嗯 那些是特意做得臭的 嗯 然后呢 这个也送来 哇 热到这样 刚刚炸好 非常之热 我试试这一块 我吃一块小的 小的部分 哇 超热 有糯米 哇 嘟嘟 这些炸饭店 而且呢 而且呢 你会无限次来 因为你点餐的时候 你会只点一次 然后呢 你看到旁边的那些 好像挺漂亮的 下次你又会 记住那样东西 看到那个炒锅有多好 下次你又会 下次我们吃金针菇 又完成愉快的一天 非常美味 下次还会再来的 这个新鸡豆腐店 今次我们这个顺德之旅 就醒目了很多了 就饱很多了 上次呢 就 找停车位 今次找停车位 不痛苦 但是呢 路上就大塞车 是啊 我们现在回去 大塞车 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我们去塞车吧 哇 你看看 1小时25分 还要走高速 真是要命